女人在男人面前最卑微的四种姿态 我们都知道女人都是敏感性动物 当她们一旦陷入了爱情中 就永远都无法自拔 以下是女人在男人面前所表现出最卑微的四种姿态 一起看看吧 1.当男人主动提出分手时 女人还死气败烈地挽留她 当有的人男人在和女人提出分手的时候 大多数的女人都会采用要挟的方式去挽留对方 并且让对方对自己负责任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 如果那个男人是真的不爱你了 你又何必去作践自己呢 你越这样做只会让对方越讨厌你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如何去爱自己 世界上男人千千万万 何必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而丢失了整片森林呢 离开它才是你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所以当一个女人在你面前所表现时 就能够看出她是非常自卑 总是会想方设法去留住你 不管牺牲多大的代价 只求你能够回到她的身边 二 当一个男人出轨了 你还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继续待在她的身边 每个女人都希望找到一份增次的感情 然后和自己心爱的人共度一生 在婚姻中 女人往往都是弱势群体 为了能够挽留住身边的一个男人 总是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即使当这个男人出轨了 她也会选择原谅她 并且和她继续像往常一样 对生活下去 不管这个男人对外面的小三小四多好 她都不介意 只要每天能够见到她就知足了 只要这个男人不和她离婚 哪怕自己就是一个妾的身份 她都很开心 往往这种女人现如今真的很少 就是因为太爱这个男人了 所以才会在她的面前表现得很卑微 三 自认为把自己身体献给男人 就能够把她一辈子酸在身边 很多女人为了能够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每天都会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眼前这个男人 她觉得只要自己每天都主动一点 把这个男人伺候好 这样就能够让这个男人心甘情愿的待在自己身边 像这种女人此时已经失去了例子 如果一个男人他很爱你 就不会每天都去蹂躏你的身体 相反如果当一个男人对你已经没有感觉 即使和你一起滚床单 那也只能说明 他此时只是把你当作满足他性需要的工具罢了 因为在他的眼里觉得你就是婊子 他根本就不会去珍惜你 反而还会变门加厉的欺负你 直到有一天你主动离开为止 四 为了让他开心 可以放下自己的尊严 改变自己的脾气 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个性和脾气 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父母就告诉我们一定要改改脾气 可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们都不会去听 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就因为他们的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立马放下自己的尊严 去为他们改掉自己的脾气 从而让他们可以注意到我们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女人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哄他开心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变成小丑 给他们变魔术 从而让男人心情变得开心起来 所以这些都是女人在男人面前感觉到自卑才表现出来的状态 他们越是这样去做 男人们就会更加讨厌他们 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所以女人们不要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人去放弃自己的尊严 以至于忘了当初的自己 在这里小编想要告诉女人们 千万不要做这事件事 因为男人去看不起的就是这四种行为 一旦你在男人面前有这种想法 只会让他们远离你 不爱了就放手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你们觉得呢 在五里面前有请不吝点赞 你就会让我们拍一个照片 等会这样做